可以看到纽约警察是在地铁站布朗克斯伊甸山大道地铁站外拉起了封锁线 空中甚至有直升机盘旋警戒 因为当地时间12号傍晚4点30左右 地铁站内疑似有两组人马发生口角引爆的冲突 结果造成四名男子跟两名女子重担受伤 其中一位34岁男性送医之后不治身亡 其余五个人没有生命危险 这起枪击案究竟怎么发生的 就来听纽约警方怎么说 这是纽约地铁系统在2022年5月以来再度发生枪击致死的事件 事实上整个2023年纽约大都会运输局 仅仅接获570件重罪攻击事件通报 其中发生在地铁系统内的枪击案更是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两组青少年因为口角就在地铁站内开枪 也让纽纽约的治安形象又受到重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